Dear Planet, we are committed to making fashion more sustainable Hello,我是Papa,欢迎来到我的搭配频道 上周时尚圈里身上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H&M的中国出走 从07年入驻中国到现在已经经营了漫长的14年 从起初受追捧到最近业绩的连连下滑 在此次事件之前呢,其实它已经呈现颓势 那不光是H&M这一家快时尚品牌在中国面临这样的业绩下滑 像是Zara早在2020年就已经关闭了它的前列品牌 Bashaka,Quant Fair,Stradiverse的线下门店 这些视频分享内容会和上述提到的快时尚品牌相关 但并不是通常会分享的穿搭内容 接下来的6分钟里,我会用3个问题帮助你去理解 为什么我们可以开始考虑逐步放弃快时尚品牌 以及快时尚品牌背后存在那些早该让它消失的问题 第1个问题,快时尚是什么? 这个问题可能听起来有点蠢 你也许会爆出一连串的快时尚品牌 但快时尚品牌是没有办法代表整个行业的特征 快时尚呢,其实是个很现代的观念 在它出现之前,时尚是分很明确的四季 设计师们会提前几个月开始准备 并且预测顾客想要的款式 像Zara这类快时尚品牌就创新性的将一年4个季度 变成了52个季度 快时尚就变成了快餐一般的存在 更新速度快,价格便宜 质量能穿就好嘛 它们拥有一流的设计,二流的价格,三流的质量 第2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可以试图放弃快时尚品牌? 最近由于某快时尚品牌的错误表态 我身边不少朋友都表示不会再购入这个品牌的单品 但即使没有这类事件的发生 这个快时尚品牌所代表的行业本身也值得被造高放弃 一个快时尚行业的链条包括T台的潮流复制 原材料的采购与加工 工厂的快速生产 低质量产品的上新 以及循环服装的使用 在每一个环节中都存在着大量做此的行为 第1个环节 T台趋势的复制 多数快时尚品牌都是顶着抄袭狗这三个字 狗烟残喘到现在的 原创设计的开发过程漫长且艰难 显然无法应付快时尚的上新节奏 2015年意大利时尚集团OTB起诉Zara 抄袭了Diesel一款牛仔裤和Money的一款凉鞋 Zara先称牛仔裤是没有什么原创性 而凉鞋之间也存在着巨大差异 最终法院是判决Zara败诉 并为每件产品支付235美金的赔偿额 但这笔赔偿额相对于庞大的 Intitex集团来说不值一提 2017年4月丹麦品牌Rance对Zara提起诉讼 起诉Zara旗下的派克风衣 还有长夹克防水外套 和Rance自己的派克风衣外观十分相似 快时尚品牌的抄袭是不分大小的 Gap旗下的Ordinary曾抄袭过英国小众品牌 Marisol的一款衬衫 在轮番社交媒体的攻击下 Ordinary才从网店下架了这款产品 但实体店铺仍然在销售 再说说原材料的采购及加工 快时尚的生产是需要大量初级塑料的参与 2015年服装原材料中有63% 都是初级塑料 再生材料不超过3% 如果你翻看你曾经购买过快时尚品牌的服装 你会发现多数的材质都有锯脂纤维 而生产锯脂的碳排饭含量是棉花的2-3倍 而且锯脂在海洋中不会分解 换句话说 如果你穿快时尚品牌几个月后就扔掉 它腐烂的速度也非常的慢 在工厂快速生产这一款 就更多了 血汗工厂是一个1850年的概念 大家第一次听到也许是来自于耐克 那个著名的剥削工人事件 但其实快时尚品牌在制造着大量这样的血汗工厂 总部位于发达国家或收入较高地区的快时尚品牌 会将它的生产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的一级供应商公司 而一级供应商会分发给它下面二三四级的生产商 发展中国家被选中的原因无非是 理层人口基数大 生产能力强 人力成本低 维权意识担保 地租便宜等原因 更狡猾的是 由于生产链过长 一些最底层的制造商 根本无法拿到总部的一个授权 也就是说这些快时尚品牌 根本就不需要为那些为它制造产品的底层工人 不任何责任 在2013年 邦加拉国拉纳广场里的血汗工厂 就发生过一起大规模的坍塌 造成了1134人的死亡 和至少2500人的受伤 而在当时这个墙面严重受损的大楼里 至少有五个快时尚品牌在同时生产 在生产过程中 不光人得不到保障 产品也是如此 某些品牌在指责别人的同时 也需要先翻翻自己的黑意识 自从进入中国市场以来 像是H&M还有ZARA这样的快时尚品牌 就屡次因为纤维含量 染色牢度 还有PH值 屡次奔赏产品质量的黑榜 给大家分享一个词 Greenwashing 环保表白 它是用来形容一家公司在某些行为上 表示自己非常支持环保 但实际上却反其道而行 H&M被不止一个组织说过 有Greenwashing的嫌疑 2010年H&M推出了Conscious Collections 就被挪威消费者管理局指责 夸大产品的可持续性 有顾导消费者的可能性 比如说产品上没有说明 它可回收的材料中究竟是如何被使用的 在2018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 H&M宣称从顾客那里回收到的旧衣 每年1万吨计 这些衣服都交给了全球回收公司ICO进行处理 但实际上 他们回收到旧衣 只有5%或10%是用于了可持续的生产 60%流向了二手商店 6%用于了发电设施的能源生产 其他则用于服装之外的仿制物在利用 那它烧掉的服装究竟有多少呢 在2017年光一家发电厂就曾经为它销毁过15万吨的服装 所谓环保有时候就是在打幌子 快时尚品牌还真是眼以律人宽以己 还有一个冷知识 你听了可能会有点吃惊 时尚行业呢 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污染制造者 仅次于化工行业 也就是说之前 品牌一年只生产4个季度的垃圾 由于快时尚品牌的加入 就变成一年要生产52个季度的垃圾 第三个问题 停止购物快时尚品牌代表着什么 一是代表着我们用不再购买的行为去表达 我不赞同它的价值观 或是它所训练的理念 也许能够警醒一些品牌去思考它的行为 或是它所服务的消费者 二是当我们不再购买一些快时尚品牌时 我们就把更多的机会 留给了一些原创设计师品牌 像是国内最近大热的国潮品牌 NXX FMACM NPC等 Labelhood还有上海时装周 也在大力扶持本土的设计师品牌 我自己呢就在Labelhood里购买过 像Martian 于池样 乌马王等设计师的作品 它们的规模虽然非常的小 但是它们对于面料的选择 还有工艺的把控都非常的用心 既然有可持续的服装 能够选择 又何必去购买那些快速的服装呢 停止购买快时尚的行为呢 也是在遵循设计师 Vivian Westwood的 绝妙的购物名言 Buy less Choose wear Make it last 买的少 选的好 穿的久 但这里呢要补充一句 最近在国潮收获这么大关注度的同时 某些国产品牌吃红利的行为 也要收敛一点 例如屡次三番抄袭并挪用别人作品的 Beatford的蔡某鸟 我不赞同某些快时尚品牌的抄袭行为 当同样的行为来到国产品牌时 我一样会点你 本期视频当中就到此结束了 重申一句 是否选择停止购买快时尚品牌 完完全全是你的自由 还是那句老话 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不要忘了点赞 收藏 还有分享 那我们下周见咯 拜拜